心夫和孬夫 从前,在一个村子里,住着善良的心夫和贪婪的孬夫。 父母相继去世后,凶恶的孬夫独占了家里所有的财产,并把心夫一家全部赶出了家门。 父亲,我肚子饿了。 贫穷的心夫没办法,只好去找孬夫。 哥哥,我的孩子们都还饿着,请给我们一些粮食吧。 呸,你这个家伙,给我滚出去! 孬夫和他的妻子将可怜的心夫赶了出去。 有一天,心夫家屋檐下,住着的一只乳燕掉到了院子里。 好可怜哦,腿都摔折了。 心夫为燕子治好了腿伤。 到了秋天,燕子就飞到温暖的南方去了。 第二年春天,燕子又飞回到心夫家,并丢下了一粒葫芦种子。 心夫把种子种在了篱笆下面。 葫芦种子,招出了很多巨大的葫芦。 心夫和妻子一起高兴地用锯锯开了葫芦。 锯一锯,慢慢地锯。 砰的一声,葫芦被锯开了。 里面全都是金银珠宝。 哦,我这是在做梦吗? 难道是真的吗? 我们再聚开其他的葫芦看看吧。 其他的葫芦里有无数的古物和雄伟的瓦房。 心夫一下子变成了大富翁。 什么?穷光蛋兴夫成了富翁? 贪心的闹夫找到了变成富翁的兴夫。 兴夫,你这个家伙,怎么突然变成富翁了? 善良的兴夫把燕子和葫芦种子的事情说了出来。 善良的兴夫一回到家,马上把好好的燕子腿给掰折了。 哎呀,好可怜哦,我来给你治疗。 你快点醒葫芦种子给我。 哈哈哈哈,这次我们要变成富翁了。 第二年春天,燕子给闹夫也丢下了一颗葫芦种子。 闹夫也把种子种在了篱笆下面。 葫芦苗茁壮成长,这次也结出了很多巨大的葫芦。 哈哈哈哈,这下我也可以成为大富翁了! 聚一聚,慢慢地聚! 砰的一声,葫芦被聚开了。 里面钻出了好多小鬼儿。 故意将燕子的腿白舍得就是这个家伙。 哎呀,救命啊! 小鬼儿们砸毁了闹夫的家, 并将闹夫所有的财产都抢走了。 另外一个葫芦里,钻出来很多补义,将闹夫毒打了一顿。 闹夫,你这个家伙可知罪! 哎呀,我知道错了! 闹夫逃到了新夫的家里。 新夫,我错了! 请原谅我这个不争气的哥哥吧! 哥哥,从现在开始,你和我们一起住吧! 善良的新夫,将财产分给了闹夫。 闹夫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与新夫一起和睦地生活在了一起。 。 闹夫 感谢观看